圣地亚哥联邦地区法官贝尼特斯于6月4日撤销了加州长达30年的攻击性武器禁令 称该禁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的人民拥有携带武器的权利 这意味着加州军民从此可以合法拥有像AR-15型步枪这样的攻击性武器 贝尼特斯在裁决中说 与瑞士军刀一样AR-15型步枪是家庭防御和国土防御武器的完美结合 加州当局于6月10日表示决定对此裁决提出上诉 称该禁令对于防御枪支导致的死亡是必要的 加州州长纽森和总监厂长邦塔表示 他们相信这一裁决是有缺陷的最终会被推翻 加州当局认为法律所定义的攻击性武器比其他枪支更危险 也造成更多伤亡 邦塔说这一裁决令人失望 而裁决背后的理由包括将攻击性武器等同于瑞士军刀 并谎称新冠疫苗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大规模枪击事件 都很令人震惊 加州将要求上诉法院在上诉期间搁置这一裁决 在美国枪支是一个政治上的敏感问题 美国的枪支拥有率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 而且枪支暴力的发生率也高于其他富裕国家 加州在1989年成为全美第一个禁止攻击性武器的州 这源于当时发生了一起杀害五名儿童的校园枪击案 该枪击事件发生五个月后 当时的州长签署了禁止制造和销售约60种攻击性武器的最初法律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立法者多次扩大了该法律的范围 而在联邦层面自2004年攻击性武器的十年禁令到期后 在共和党人的反对下 该禁令一直没有重启 本期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